接下来我们来解决四个习题 我们在这选中解决方案长量与变量 然后添加一个新建项目 我们在这输入长量与变量习题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单击确定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把它设为一个启动项目 我们在这选中原文件添加一个新建项 我们在这选中一个C++文件 我们在这输入定义长量 然后我们添加值 我们将定义长量重命名为定义长量点C 首先我们在这应刻录的stdio.h 然后我们在这输入vallin的man 括号大括号 我们在这个时候要用定义长量的方法来打印出名字连令 我们该怎么做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选中它选中这个按钮 也就是把它注视掉 第一种方式就是define 我们这个时候输入define lame 我们将其替换成字符串 我们在这输入隐成 然后接下来我们定义长量 然后接下来我们定义一下连令 我们在这输入A级 我们输入30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printful 我叫 然后我们输入百分号S 然后我们输入百分号D 然后我们输入碎 百分号S就是对应一个字符串 我们在这输入lame 然后百分号D对应一个整数 我们在这输入A级 这个时候我们注明一下 百分号S对应字符串lame 而在这个时候百分号D呢 对应整数A级 然后接下来我们输入get 钱让他等待一下 现在我们就执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打印出了 我叫隐成30岁呢 这个百分号S对应lame 百分号D就对应age 那么大家接着琢磨一下 如果用cast 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可以用中文来定义的 我们在这儿定义一个字符串 也就是字符数组 我们在这儿输入隐成 然后我们输入分号 然后我们输入cancel int 接下来我们用cancel来定义 我们在这儿输入cancel 我们用cancel 我们让他等于引成 然后我们输入分号 接下来我们输入cancel int ageint 我们让他等于30 然后我们输入分号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样的方式 在这我们输入printful 然后我们在这输入 我叫百分号S 百分号D C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输入 name str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输入 age int 然后我们在这输入一个分号 现在呢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接着运行 现在我们插入一个斜杠N以后 也就是换行 我们接着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一样的实现了效果呢 在这 百分号S和百分号D对应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个时候注明一下 name str 是几个字符拼在一起 char就是字符 而inter呢 实际上就是整数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定义一个字符串 关于后面的一些细节 我们后面再学习 大家在这只要了解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定义字符串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注明一下第一种方式 这呢就是第二种方式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搞定第二题 定义一个常量OX为5 然后定义一个inter类型的变量 完成复制操作 打印出变量 这道题是不是太容易了 我们在这个时候 把闷函数命名成闷1 我们在这添加一个新件下 我们选中C++文件 我们在这输入 常量变量复制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添加值 我们将常量变量复制 重命名为常量变量复制.c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们include stdio.h 我们在这输入voin的man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 从这里开始执行 我们在这把这个字符串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在这选中它 对它注视 我们接下来定义一个常量 我们在这选用cancel cancel inter Ox我们让它等于5 定义好一个常量 我们接着定义一个变量 lum 我们让它等于Ox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 printful 百分号d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 把它的值给输出 我们在这输出lum 大家想想lum值现在等于多少呢 也就应该等于5 这个时候就是定义一个变量 完成复制 而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定义一个常量Ox为5 在这个时候就是打印出变量 接下来我们将这个门函数命名成门2 然后我们接着添加一个新建项 我们选中c++文件 我们在这儿 来实现第三题 也就是累加 然后我们在这儿添加值 我们将其重命名为累加点c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在这个时候 inklut stdio.h 然后我们输入voin的man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新建的一个man函数 然后我们如何实现累加呢 也就是说我们要实现从1加到10 每加一次就把结果打印出来 我们该如何实现呢 实际上非常简单 我们在这个时候 interlum等于0 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做一步 也就是lum加等于1 也就是lum加等于1 然后我们在这儿让lum加等于2 我们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一直可以加下去加到10呢 然后我们在这儿输入print for 我们输入百分号d 然后我们在这儿把lum打印出来 然后我们插入一个斜杠 我们在这个时候把这里的代码复制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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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再复制复制复制 然后我们把2改成3 然后在这儿改成4 然后在这儿改成5 然后在这儿改成6 然后在这儿改成7 然后在这儿改成8 然后在这儿改成9 然后在这儿改成10 我们在最下方输入get的巧让他等待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执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0加1得1 1加2得3 3加3得6 6加4得10 10加5得15 是不是挨个实现了累加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来注明一下 lum加等于1 等价于什么呢 等价于lum等于lum加1 在这个时候就是打印出这样一个结果 这个时候第三道习题是不是被我们搞定了呢 我们在这儿将其命名成本3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添加一个新件下 选中C++文件 我们在这儿实现变量的交换 然后我们在这儿添加值 首先我们在这个时候 include stdio.h 然后我们在这儿输入voin.man 括号大括号 在最下方我们输入get的钱让他等待一下 现在呢我们在这儿来定义两个变量 我们intA等于100 我们intB等于10 我们现在要实现两个变量的交换 我们该怎么做 也就是我们要实现什么效果呢 现在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实现 让B等于100A等于10 在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借助中间变量 我们来实现交换 首先我们在这个时候把A和B的值打印出来 我们在这儿输入print ford 逗号d 我们在这儿输入a等于d 我们在这儿输入b等于d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输出a和b 然后我们输入分号 在这个时候我们先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a等于100b等于10 我们如何实现 把他们俩互换一下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明一下 第一个百分号d 对应将a按照实进制打印 b呢也是一样 第二个就是将b按照实进制打印 那么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借助一个中间变量 我们在这个时候输入inter temp 我们首先让temp接收a的值 然后我们再让a接收b的值 然后我们再让b接收temp的值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实现数据的交换 我们在这时候把它复制过来 现在我们在这儿执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成功了完成了数据的交换呢 它是如何实现的呢 我们增加一个斜杆恩换行 我们在这儿分析一下 一开始在这个时候a等于100 b是不是等于10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temp等于a以后 temp等于多少呢 temp就变成了100 那么这个时候a仍然等于100 b仍然等于10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家再思考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么执行完这一步以后 a和b的值变成了多少呢 temp仍然等于100 那么a等于多少呢 a在这个时候等于10 因为把b的值负给了a 这个时候b是不是没有发生变化呢 然后在这个时候temp等于100 我们让b接收temp的值 b等于多少呢 b等于100 a等于10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完成了数据之间的交换呢 实际上它在这儿是怎么样的一个交换过程呢 我们在这儿来演练一下 我们在这儿启动画图板 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片内存 然后呢 恰好这里存放了三个变量 a b还有temp 一开始a等于100 那么这个时候b等于多少呢 b在这个时候等于10 我们用temp来做一个中间交换 这个时候我们让temp等于a 这个时候temp是不是变成了100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把b的值复制给a 那么现在a等于多少呢 a在这个时候就等于10 这个时候a就变成了10 那么我们再把temp复制给b 那么b在这个时候等于多少呢 b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100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完成了两个变量之间的交换呢 接下来大家来思考一个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借助中间变量 有没有办法把a和b的值交换呢 实际上是有的 大家想想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儿将这个闷函数命名成闷4 然后我们在这儿选中原文件 添加一个新件下 我们选中c++文件 我首先在这儿把变量交换点c 重名成点c 它俩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 我们在这儿选中原文件 添加一个新件下 选中c++文件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输入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们添加一个c++文件 我们在这儿输入 不借助中间变量 实现数据交换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有些时候我们开发的时候 如果类存不够用的话 我们不允许开辟新的类存 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做 我们在这儿把刚才代码粘贴过来 我们在这儿把刚才的数据给删掉 现在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一直要答应ab 中间我们写一段代码 把a和b的值互换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儿需要一些数学技巧 a等于a加b b等于a减b a等于a减b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实现数据交换 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 他们是不是成功了实现了数据交换呢 我们在这儿分析一下 它是如何实现的 首先我们在这个时候要了解一下 之前a等于100 b等于10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 a等于a加b 那么a现在等于多少呢 a就等于110 b呢等于10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再让b等于a减b 那么b等于多少呢 b等于110减10 也就是100 那么这个时候a等于多少呢 a仍然等于110 那么在这个时候 b是没有发生变化 仍然等于100 那么a呢 a等于a减b b也就是110减100 得到的结果就是10 这个时候a变成了10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执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实现了数据的交换呢 既然加法和减法可以实现 那我们大家想乘法和除法该怎么做呢 实际上大家在这好好留意一下 很简单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加法注释一下 a等于a等于a乘以b b等于a除以b a等于a除以b 我们可以实现一样的效果 在这个时候我们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一样呢 我们一样的和上面一样做一个分析 这个时候a等于100 b等于10 那么a等于a乘以b 那这个时候a等于多少 b等于多少呢 这个时候a等于1000 b呢仍然等于10 b等于a除以b 那么这个时候1000除以10 等于多少呢 b就等于100 a呢仍然等于1000 a等于a除以b 那么这个时候a等于多少 1000除以100 也就是10 b没有变化 就是100 它们是不是发生了交换呢 这就是简单的数学技巧 大家在这不要追究 这些东西是如何想出来的 这些东西都是数学家推理出来的 我们只要记住 学会运用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呢 我们在这注明一下 嵌入式场合 物联网场合 需要节约类存 后面等我们学了未运算 实际上未运算 还有未运算的方式 也可以实现 它的原理和加法减法 乘法除法是一样的 然后在这个时候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们来把常量和变量做一个复习 首先我们在这个时候来查看一下 我们要了解一下 我们如何用define来定义常量 而且能不能加分号呢 加了分号会出现什么情况 在这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define强制替换 然后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变量的内存机制 然后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变量命名的规则 然后我们还要了解一下很重要一点变量为什么要出实话 更为重要的也就是我们要了解变量 它在内存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原理 关于变量的交换 大家要记住最常用的就是借助中间变量 如果在亲入式物联网的场合 需要节约内存就有这种方法 而且这是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经典的面试题 然后在这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变量之间是如何进行复制的 然后定义常量有类几种方式 在这还有呢就是我们如何定一个字符串常量 而且关于这个字符串数组 后面我们会深入的学习 大家在这先了解到它是如何定义 它是如何使用起来 把我叫尹成我30岁打印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了解雷加 雷加在这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大家在这只要知道加等于 也就是辣母加等于等价于辣母等于辣母加一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代码的混淆 大家在这可以看到 是不是很神奇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用这样代码把Hello World跑了出来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变量的格式 我们如何来定义变量有哪几种写法 然后我们接下来需要了解一下我们如何用Cans来定义变量 而且呢 在这大家还有一点要注意 你们了解一下我们还可以定义中文的变量 也就是支持unicode才可以 在这有几个难点大家要记住 也就是操作系统是如何管理内存的 希望大家要记清楚 然后操作系统是如何实现一加二等于三的 也就是说编译器是如何管理变量和内存之间的映射的 大家要理解 再然后我们需要了解标识符 以及大小写是严格区分的 以及呢 就是同一个块语句里面两个变量重名 编译器就无法区分 大家想想什么是块语句呢 块语句 也就是说在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大括号之间包含起来的 这就叫块语句 然后在这我们还要了解一下 我们使用一个变量之前 必须首先要对它定义 而且我们还要了解一下 部分老版本的C编译器 如果你把变量写在函数调用之前会报错 就像VC2010 而且在这我们还要了解一下 有些编译器它是不检查变量是否出实化的 但是VC++2013就会检测 在这大家可以看到 VC++2013就直接提示 使用了没有出实化的变量 而且呢 我们还要了解一下 如果我们尝试修改一个长量 就会报什么样的错误 也就是我们遇到这样的错误 就知道错误出现在哪里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要记住 如果我们用cancel的定义一个长量 一开始就必须出实化 而且我们还要了解一下 define定义长量有什么好处 更重要的是 大家在这了解一下 我们定义中文变量 也就是VS2013 VS2010是兼容unicode 也是兼容 鬼字文 棒字文 毛字文 汉字 日本字 它们都是被当作字母一样的字符 所以我们可以定义中文变量 长量和变量 我们就学到这里